一个爱自己多一点的人 这样的话以后会过得轻松一点 开心一点 还有就是 我不喜欢别人把我跟别的女孩子去做比较 嗯 家人们如果以后你们听到谁拿堂堂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做比较 你就告诉她 不要提堂堂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很不尊重我 我很早以前就说过这句话 嗯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不应该被拿去做比较 不是说我怕没有别人好 或者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好 我是觉得这样是很不尊重女性的 明白吗 所以如果以后谁再拿堂堂跟谁是谁比 说在堂堂跟谁是谁之间做选择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们听到了就及时的制止她 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不是不尊重我堂堂也是不尊重另外其他的女孩子 没有一个女生应该被拿出来做比较 不管是任何女孩 我觉得特别是在爱情上面 在事业上面的话你可以去拿去比较 但是在爱情上面只有爱跟不爱喜欢跟不喜欢 没有人可以拿别人去做比较 比来比去爱情不是在做买卖 所以说我真的特别讨厌别人说我选这个女孩子还是选那个女孩子还是怎么怎么样 我是个东西吗 我是个什么 要别人拿去去这样对比或者怎么样 我很讨厌这个感觉 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说过这个话 可能别人是对可能是无心的或者是不够成熟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每个女孩子都应该得到尊重 都是一个他都是自己爸爸妈妈的宝贝 不管任何一个人 他生下来都是父母给予他的 他的好的跟不好的都是父母给他的 我没有吃你家的大米 你没有养过我 没有生过我 你凭什么二十多岁的 然后你现在拿回来说 我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 我父母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男生 有资格这样去说一个女孩 懂吧 就是如果大家听到了 一定要帮我制止这种行为 对 谁都不希望 谁都不希望自己像一个商品一样 摆在那里给别人挑选 我以后也不会给别人这样的机会 拿我去做挑选 一堂堂不会去做备胎 我不做备胎 然后第二 我不会拿去让别人来挑来挑去的 我觉得感情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做成别人任何人的一个替代品 也不要做别人推而求其次的选择 别人觉得说 好吧那我得不到最好的 然后我才选择你 那算了那你还是不要选择我了 我 我在父母这里也是独一无二 最好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到别人那里了 要成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样也是对不起父母的 一定要爱爱你的人 对妈妈说的也对 我妈妈说的对 就是我们 要找一个爱自己多一点的 我说过 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 不爱就是不爱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家人们其实堂堂可以释怀的 我知道很多家人们不能释怀 但是我觉得我会的 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会有睡不着觉 家人们你看我瘦了 对不对 我会吃不下饭 我也会睡不着觉 然后也要在我的父母面前 假装很坚强 很好 对这个过程 我说我不痛苦 我是在骗大家 我也是在骗我自己 但是我答应大家的时候 我一定会走出来 就是我会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 我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 虽然说很难 但是要努力 要加油 一定会走出来的 走出来之后 希望2024年所有的喜欢堂堂的家人 就看我的直播 看我的视频吧 我尽量给大家叫出一个 让我自己 也让所有疼爱我的家人们都满意的答卷 一定找一个值得我去爱 然后也同样很爱我的人吧 就是 有句话叫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 山跟海都无法隔绝你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不要谈什么苦衷 我觉得每个人 爱一个人都挺苦的 对吧 我爱一个人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我不是爱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倾其所有的爱吗 我谈过什么苦衷 就不爱就是不爱嘛 对吧 就没有必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大方方的说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我就走出来 我就走出来 好好过我自己的 瘦了 不是漂亮的 是瘦了 家人们确实是瘦了 谢谢天牌姐姐送出的灯牌 没有给堂堂送出粉丝灯牌 咱们点两下 然后进到咱们的群里面 一定会疗伤 疗好自己的 一定会疗伤 疗好自己的 就是 总不能一蹶不振吧 在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当中 浪费半年一年的时间 这样是不行的 先看我 谢谢 我也很喜欢 跟家人们 咱们坐在一块 这样去聊天 慢慢了解唐道的家人们 就知道 其实我真的不装 我个人认为 我是很真实的一个人 真的 我是特别真实一个人 就是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没有必要装 说真的 家人们 我有什么必要好装的 我缺什么吗 但我看来 我不缺什么 我也不求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能给我什么 也没有说谎的必要 其实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任何人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会去对每个人好 是因为这是父母教给我的教养 而不是我需要装给别人什么 我不需要这样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教养 我对每一个人好 我会尽我所能 就是说 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家人 我就对你好 因为这是父母从小教你 做人做事的一个道理 但是你说我去装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装啥呢 缘分快来了 加油 加油 家人们 咱们直播间的绑一大哥呢 绑一大哥不见 那个陆先生 每次都坐直播间的绑一大哥 下次找他聊一聊 但是堂堂爱开玩笑啊 叔叔阿姨们别当真 我有时候是爱开玩笑 我是爱开玩笑 大家别当真 以后呢 我希望咱们能远离这些纷纷扰扰 什么这个跟这个干架 那个跟那个干架 可能堂堂玩网络 还没有玩明白吧 但是我就希望咱们直播间 天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天天都是好的 过年 过年嘛 我们就打杀架呢 开心开心 所有的家人们开心 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能 好好的 家人们有什么想问堂堂呢 然后可以跟堂堂聊聊天 我都不知道王妃是谁 你们一直在提王妃 谁是王妃 我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王妃是谁啊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啊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当然情人节快乐 我也不认识 我不认识谁是王妃 新的一年 我前两天嘛 我的一个员工 我 大年29 大年29的时候 然后我们聚餐 然后我的一个员工 就是上次帮我开车的 那个阿红 也算是 我的员工 也算是一个助理吧 他就说 堂堂姐姐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 你不需要谈恋爱的吗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 我看你一天忙到晚 做这个做那个 从来没有见你说 哪天去谈个恋爱 你真的不需要谈恋爱吗 我说谁跟你说 姐姐不需要谈恋爱 姐姐是没时间谈恋爱 但是 今年的话 我要 把这个事平衡 因为这几天 我也认真的去想了 直播间的很多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包括我的父母 都在催我 都在催我说 新的一年 要为自己多考虑考虑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 女孩子青春没有几年 我的事业的话 可以赚钱的事 慢慢来 对吧 但是感情的事 可能错过了 那个好男孩 错过了就错过了 所以 今年要努力一点 如果遇到唐唐就好 回来我看看谁是王妃 我真不知道王妃是谁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认识王妃吗 我还真不知道王妃是谁 都开始乱点鸳鸯谱了 怎么吃 那个气血通的话 你就每次 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我28岁了 熊胆粉的话 一次吃一瓶 10天吃一次 上次亮哥讲的 我都记住了 家人们回来 可以给我介绍介绍 上次我们还说 开玩笑说 那个直播间的 叔叔阿姨们 把自己家的孩子 介绍给我 但是介绍给我 我怕万一 跟你们家儿子没成 以后 你把我取关了 怎么办 我想了想 我还是算了吧 我有点不敢 如果 如果谁要是喜欢我的话 就绑就往前挪一挪 咱们认识认识 咱们私下自己沟通吧 还是别通过 别通过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了 我现在特别怕 你知道吧 就是经过阿伟这个事情 我特别怕 就是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们介绍的 我怕不成了 就伤了和气 对不对 就是 回来 你像我爸爸跟阿伟的爸爸 见面 我都担心会有点尴尬 公务员之类的考虑 那肯定考虑 公务员多好呀 公务员多好啊 姐姐 不是 这是阿姨吧 哎 直播间家人们 你们不知道吗 什么时间吃 晚饭啊 熊男粉晚饭 我原来我也是公务员啊 啊 家人们不知道吗 原来堂堂也是公务员啊 我是自己辞职创业了 原来我就是公务员 我当然觉得公务员很好呀 哈哈哈哈 那 就是 对 原来我是老师 原来我是做高中老师的 嗯 对 然后我是辞职了 辞职出来创业了 因为 嗯 石黑粉的话就当代餐 就是吃饭怎么吃 就正常怎么吃就可以了 对 嗯 然后后面是我看爸爸妈妈事业做得很好 只有我自己在 呃 自己在做公务员 就是我们的家庭不一样 家人们 其实我觉得公务员特别好 但是呢 我父母呢 就是特别努力的那种 我父母到现在这个年纪了 他们都还在工作 然后只有我 就是 每年有寒暑假 然后每天 上班下班 朝九晚五 呃 我的家庭 因为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 所以说 我后面 我就也考虑说辞职 出来自己创业 但是如果说我的父母是 也是公务员的话 可能我就没有 没有父母的这个影子的话 我可能也会一直做工 就是我 所以我可能会保护